大家好,我叫妍杉安 今年四岁半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名字叫小山羊 有一天小山羊在家里面一个人 大灰狼就在外边了 他不知赏子吗 你好呀,我是你们 朋友大灰狼,请你过来吧 不行不行,我妈妈如果就不让你过来吧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南京小山羊一起用一把 又给一大黑狼打开门 让他整个屁股来看他的尾巴是什么样子的 又黑又张的 其实早就没有忘记了 我来大家看一看 还有大黑狼打开门 有一定是火车车车车车车